黄元是不是革命军 那这个答案我们之前已经很详细的胡扯过了 黄元就是革命军 但是以我们刚刚说的轻致的那个例子 其实你要从根本的层面讲 黄元的心自然还是海军 每一个海军大将都是一个非常利的住着角色 他是有自己明确立场的 那黄元虽然是看似是摩连两可 他之所以跟多拉格会潜在合作 甚至就是潜在革命军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要背叛海军 而是他要背叛世界政府 也就是说黄元身为革命军的方式 他其实就是跟革命军一个合作的关系 他可能甚至到最后结尾 他都不用曝出自己的革命军身份 那但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他这个认为是很艰巨的 他是要保证陆飞不能挂掉 在他遇到陆飞的时候 他也有可能跟多拉格在暗中 蓄谋着推翻这个世界政府的这个事情 这个是我的意想的部分 我就是在这个地方